1931年918事变爆发 20万东北军执行不抵抗命令 短短四天时间日寇边占领了吉林辽宁等数十万平方公里土地 但是黑龙江的中东铁路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 所以日本害怕引起苏联的反对就放缓了对黑龙江的进攻 不过狡猾的日本人又想了一条歹毒的计策 以黑龙江省主席的职务忽悠识人桃辽镇守时的张海鹏 上级率领伪军前去进攻黑龙江省会奇奇哈尔张海鹏 小时候得过天花脸上留下了一堆马蝶 所以人从外号张大马子 可能是因为长得丑遭到过无数白眼 所以此人从小就极为卑劣 有一次他的哥哥范事被官府给抓了 他怀疑是姑姑告的命 竟然拿起砍刀灭了姑姑的全家 然后上山当了土匪 后来他和东北的大部分土匪一样接受了清廷的招案 据说还和张作霖结拜成了兄弟 有了编制以后 他很快就掌握了官场上的那一套 不仅脸皮厚还善欲见风识舵 例如张勋复辟的时候 他就蹦打的说 我张海鹏就是保轩筒的 为了能让轩筒回朝宁愿付出一切 如今他再次发挥墙头草的神经病气质 看到日本人气势汹汹的杀了过来 立马就举起了白旗成为了大汉奸 这是真正的黑龙江省主席叫做万福林 曾经也是土匪 属于张作霖麾麾下的得力干将 但是一年前中原大战的时候 他领军入关参加内战去了 此时还在北平 黑龙江的军政则由他的儿子万国斌主持 但是万国斌才二十多岁 为人胆小怕事又不是航武诸身 和平时期刷刷嘴皮子还勉强可以 至于军事嘛那是一窍不通 就一把事变后 七七哈尔的学生和市民 全都群情激昂走上街头 要求政府抗日救国 没有见过世面的万国斌被吓了一大跳 一心只想跑路 把大小事情都推给了 时任省军署裁谋长谢科的身上 幸运的是谢科为人聪明 性情刚烈 21岁考入民国四大军校之一的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 后升入北京陆军大学 毕业后一直在奉军中任职 37岁便升任了黑龙江省军属参谋长 面对朵朵逼人的日卫军 谢科赶紧把黑省的政要召集了起来商讨对策 会议很快形成了决议 把分散在黑龙江省的五个省房旅抽掉一部分 到七一号一倍不测 但是在打与不打的问题上 大家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因为这时候张学良发来了电报 请内容大概是 如果张海鹏来攻 坚决还击 但对于日军要采取退让态度 以谢科为首的武将们认为 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 日本人狼子野心 已经吞并了吉林辽宁 下一步就是黑龙江 这种气不能忍 必须还击 但是以万国兵为首的一批文官 则主张只打张逆 不打日军 一来这是张学良的命令 二来当时黑龙江省最精锐的国防旅 全部被万富林带到了北平 省内只剩下了五个二三流的省防旅 根本不是日军的对手 所以两边吵得不可开交 谁也说服不了谁 最后还是关大一击压死人 谢科被迫做出退让 忽悠万国兵说 就是日军和张海鹏一起上 我也让士兵们挑着打 不打日本人 万国兵这才满意的点了点头 开完会 谢科越想越觉得 再有万国兵这种投降派搞下去 黑龙江迟早要免费送给日本人 所以他也顾不得休息 便向北平发了一封电报 向张学良建议 不二旅旅长兼哈曼护鲁军司令苏炳威 毕与宝丁军校 一直坚定善于谋划 不三旅旅长兼黑河警备司令马战山 作战能力强素有威望 可以从二人之中选一人 担任黑龙江省主席兼军事总指挥 秘书刘伯村劝说谢科 黑龙江现在有您主持大局 不是好好的吗 用不了多久 北平自然会任命您为省长 您又何必拱手让人呢 谢科却说 国家威望之秋 能者上 平者下 我知道我不是那块料 电报发出以后 谢科又立刻把卫队团团长徐宝珍叫了过来 让其率领手下的两千多人火速赶往江桥 以防张海鹏搞偷袭 徐宝珍爽快的答应了 但也提出了一个条件 枪 张海鹏得到了日本人的大量资助 战斗力大大提升 而当时卫队团拿的 还是沈阳产的撩造 十三十步枪 这玩意儿材质低劣 射速一般 更扯淡的是打着打着仗 士兵们还得解开裤腰带 往枪管上撒泡尿 否则就容易炸糖 一让下来 阵地上全是骚尾 那画面不敢细想 我们现在听起来觉得士兵搞笑 但在当时殊实可悲 不知道多少战士因此牺牲 切克被这么一提醒 才想起了军阙库里 还有一百艇 崭新的杰克式轻机枪 于是他立刻带着徐宝珍 找到了万国兵 要求把枪取出来 但没想到 万国兵却拒绝了 他的理由很扯淡 这些机枪 都是我爹的心甘宝贝 去年入关时 我爹还特意嘱咐过我 谁也不许动这些机枪 切克一听顿时火冒三丈 沈阳军工厂 二十多万条好枪 一枪不发都送给了日本人 我们难道要重蹈覆辙 把这些枪也送给日本人吗 万国兵被怼得哑口无言 只好找了个借口说 我给北平打个电报吧 都什么时候了 还打电报 再等等 日本人都打过来了 你不给我们自己去拿 出了事算我的 说吧 谢克转身就走 万国兵一看要来硬的 这才软了下来 赶紧签字皮条 拿到机枪后 谢克又把一个工兵营 和一个资助帘 交给了徐宝珍 并给战士们提前 发放了两个月的工资 当晚 徐宝珍便带着中国历史上 第一批有组织 有领导的抗日战士 唱着东北军军歌 即是南尔虚伟国 乘长风破具了 怀祥马戈江士谷 改赴了那个九死一生 敌我悬殊巨大的战场 而徐宝珍不知道的是 除了他以外 还有一群人 正在往七七哈尔狂奔 第一个人叫做院重谷 时任 新恩囤肯军统代 是张海鹏的手下 但张海鹏投降之后 他不愿背负 罕见的骂名 更不愿当王国禄 便带着全部人马 三个步兵团 一个骑兵团 一个炮兵营 一边和追击的伪军交战 一边向江桥挤持 第二个人叫做崔步青 当时在桃安军牧场 任牧场 技师和技术部长 也位于张海鹏的管辖区内 但他和院重谷一样 也不愿做汉奸 就悄悄的组织全场人马 将所有的马匹赶到了江桥 第三个人叫做宁匡烈 辽阳沈阳人 年仅21岁 共产党员 他当时正在万里之外的 德国学习爆破技术 但听说九一八事变之后 便丢下了所有的一切 连夜乘船 往祖国狂飙 到达北平之后 他便在北平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 火速赶到了齐齐哈尔 为抗日的中国军队 制造火药 修复枪械 第四个人叫做韩家林 自树棚 祖基山东 198年6月生于奉田 家境贫寒 一岁丧母 但他的父亲日爷 操劳坚持把他送到了学校 高小毕业后 因为家境贫寒 这才无力上学 幸运的是 是连长的马战山 刚好路过韩家 韩家林 见骑兵威武 就嚷嚷着要去当兵 马战山觉得这孩子聪明伶俐 有一股子猛进 就待在了身边 后来收尾了一子 九一八事变时 他正在沈阳东北高等军校 研究班新造 沈阳被日本占领后 他本想讨回黑龙江 但是道路阻断 无奈之下 他只好混在难民之中 千里跋涉 逃到北平 找到了黑龙江省主席万福林 万福林刚刚组建了新边第四军 正需要人才 便认明他为上校副官长 让其留在自己的部队里消灭 但是韩家林听说黑龙江还没有沦陷 就坚持要回黑龙江参加抗战 于是万福林又写了一封亲笔信 让其化妆成乞丐 携带信件 步行两千多里 欠回了黑龙江 除此之外还有一大批爱国志士都不愿千里 奔赴抗日前线 例如哈尔滨 忽兰 安达 沈阳 基林的许多高中生大学生也赶到了七七哈尔 要求参战 而就在大家积极备战的时候 10月10日 张雪良的任命终于下来了 命令配合警备司令 黑龙江省步兵第三旅旅长马战山 代理黑龙江省主席 黑龙江省军事宗旨会 七日启程 赴任 马战山1885年出生于吉林怀德一户贫苦人家 自幼瘦弱 长大后也不过一米六五 但是他极为灵活勇猛 八岁时给地主家放马 便练就了一身高超的棋树 18岁时他又给地主江大牙放马 走丢了一匹马 江大牙诬告其偷马 官府把他绑起来 严刑拷打了一番 最后马战山的父亲马春 只好把粮食全部卖掉 赔了江大牙的马钱才将其救出 但是没过几天 丢失的马就自己跑了回来 马战山找江大牙理论 可是江大牙厚颜无耻 死活不认账 马战山顿时心灰意冷 一怒之下就跑到了哈拉巴山当土匪 没曾想 这一跑业务竟然对上了口 每次火瓶他都能立下战功 没过几年就成了大当家 1905年他又举重接受清廷招安 被任命为了游击队少官 驻守怀德县城 民国建立后 他又追随张作霖手下大将吴俊升改任连长 1916年在日本的支持下 蒙古族人巴布扎布 究极四五千人叛乱 准备建立满蒙帝国 乌俊升领军平叛 马战山在一次战役中 以少胜夺击毙叛军500多人 让乌俊升大为赏识 随后便开始做着火箭上升 没几年便从连长升到了师长 1925年 郭松霖在鸾州发动兵变 率领八万精锐 直逼奉天 张作霖吓得面如土色 急忙让家人收拾行李跑路 但马战山挽狂澜于祭导 在西民县击败国军 申请郭松霖夫妇 张作霖感激不已将其提拔为 骑兵第二军军长 因为马战山大字不识几个 张作霖还贴心的给他配备了一个秘书 娄心田 此人出生于浙江绍兴 有年丧富家境贫寒 全靠着本家祠堂的一米生活读书 但他为人勤奋 聪明好学 光绪年前考中秀才 民国初年 娄心田的本家娄通鬼 至身闯关东 因为文章漂亮 口才极好 为人清整 得到了张作霖的赏识 很快成为其师爷 张作霖让他从家乡 再弄几个师爷到东北 娄通鬼就推荐了几个本家 其中就包括娄心田 刚得到娄心田时 马战山迫不在意 觉得书生懂个什么鸟 全都是只会刷嘴皮子的软蛋 为了给娄心田一个下马威 他还下令 当着娄心田的面 枪毙了几名死刑犯 但没想到 娄心田面不改色 心不跳 告诉马战山 我们师爷就是拿人目前 替人消难 不管要谁的命 哪怕是要我的命 你也可以吩咐 此话一出 马战山立刻对其刮目相看 以后无论大事小事 都要先向其请教 1931年8月底 娄心田就告诫过马战山 日本人把战斗力最强 对擅长寒冷地区作战的 第二师团调到了东北 很明显是准备在今年冬天 对我们动手 要早做准备啊 没想到一语成证 不到一个月 九一八事变就爆发了 在接到张学良的新的任命后 马战山辗转反侧 一夜难眠 虽说国难当头军 就应该临危受命 保家卫国 但是蒋介石和张学良 都不想抵抗自己上任之后 又敢何去何从呢 听从不抵抗的命令 放下刀枪 如今北平上海 天津七夕哈尔 等全国十几个城市 都爆发了大规模的抗日游行 如果自己敢不抵抗 不但会被国人骂死 自己也能把自己给气死了 不停命令坚决抵抗 中央军都盖不过日军 自己手上的二流绳房旅 哪里是日军的对手 哎 抵抗不抵抗都难啊 在床上碍到半夜 马战山依然心乱如麻 睡不着觉 他只好跳下床 穿着衣服 又跑到了娄邢田的家里 刚到娄家门口 马战山就听到院子里 传出了一首小调 其中唱道 黑水宁 马爱宁 沙日寇 继亡灵 怒发冲冠 从军行 看我龙江英雄 声音不大 但铿锵有力 犹如一束光 划破了伸手不见五指的夜空 马战山听吧 顿时有一种云开雾散的感觉 是啊 连个书生都知道 沙日寇 继亡灵 自己作为一名白战军人 又岂能被书生笑话 于是他也不自觉的唱了起来 第二天一大早 马战山便让家人收拾好了行李 准备启程赴任 但这时 蔡谋长石兰斌又跑了过来说道 从黑河到七七哈尔 有两条路可走 一条是汗路 开车一天多 起码三四天就能到达 一条是水路 途径加姆斯 哈尔滨 再坐火车到七七哈尔 估计八九天才能到 您准备怎么走 当然是走汗路了 这还用说 马战山没好气的说 石兰斌嘴角上扬笑着说道 我建议您走水路 为什么 黑龙江的五个旅能否打败日军 很难 但张副总司令肯定不会见死不救 他如果在关外集结兵力进行反击 我们两面加击 未尝不能一战 石兰斌叹了一声说道 日军战了吉林辽宁 蒋介石和张司司令全都要求一让再让 他们又怎么可能发兵支持黑龙江呢 如今中央已经让国联前来调解 我们不如等一等啊 马战山被这么一提醒 他恍然大悟 又问道 怎么等 汗路有盗费 我们可以以此为由走水路 静观其变 马战山听吧 左右为难 又如热锅上的蚂蚁在房中不停的躲步 巧合的是 这时哈勒宾东省特别区长官张景辉 正好发来了电报 希望马战山能够走水路 前往哈勒宾一聚 商讨抗战事宜 因为张景辉是东北军的元老 曾经担任过奉军副司令 以及南京军事参议院院长 如果抗战需要他的大力支持 所以马战山只好选择了水路 于10月11日 带着200多人乘坐大型号轮船赶往了哈尔滨 但就在马战山等人缓缓而行的时候 齐齐哈尔已经打了起来 比赛广尼